那我現在是在商業發展研究院 主要是電子商務研究的這個部分 那在這六年來 我主要是專注在電子商務創新 然後策略還有互聯網家的部分 那我自己雖然現在沒有在創業 但是我覺得我也是有一些創業精神的 因為我的過去發展好像跟別人不太一樣 早期我是在一個國際企業裡面做行銷企劃 後來我就到一個台灣的中小企業被挖角過去 之後我自己在網路上創業 從歐洲美國進口產品在做跨境電商 同時我在讀博士班 博士班完之後我到大學就教了兩年書 然後又到商業發展研究院 來做這個產業跟商業的研究 所以有一點實務經驗 有一些研究經驗 有一些學術的經驗 那今天很高興來談這個議題 就是所謂的創新O2O 或者是所謂的敘事整合 那我覺得我覺得這個 我們現在有很多新的名詞出現 比如說O2O 工業4.0 或是有很多柱衛匯流 或是零售多少這些名詞 其實我覺得拉回來的主題 就是現在還是所謂的大數據 雲端 移動化 社群 P2P 大概是這些因子在背後主導的 所有的這些創新的事業 我再說一次 我們講大P社群平移 大數據 P2P 社群 雲端 平台跟移動 大P社群平移 在這個科技的這些因子之下 造成了我們現在很多創新的 idea 更容易爆發出來 更無遠佛界 全世界可以一起做 年輕人有更多的機會 有所謂的 P2P 那我們今天這個進行的方式 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先引言完之後 我們今天有三個題目 是先我丟出來的 我也跟各位參與者先 在網路上都討論過了 那各位可以針對 您比較有興趣的 待會我們就從這個順序 就是先自己就深論一下 大概比如說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自我介紹 然後針對一個 關於這個中小企業 或是新創團隊的創業的部分 這三個議題的 您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我舉個例子 是我最近看到 我覺得很有趣 也很有啟發的 是一個叫移動醫療領域的創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議題在全世界 我覺得台灣也很有機會展開 那有一款這個APP 它叫Bluestar 它的公司在美國 公司名稱叫WearDoc 但是這款APP叫Bluestar 這個APP是美國全世界第一個 FDA認可糖尿病的APP 也就是說這個APP它要下載註冊 必須是醫生開的處方簽 然後使用者每個月要付100塊美金 你才能用 那這個APP怎麼運作 它不是來偵測你的血糖 而是讓你下載之後 你一開通 你的醫生跟你的藥師 團隊就直接針對你的狀況 開你應該吃什麼 然後應該吃什麼藥 就同時在監控你 然後你每天呢 就把你吃了什麼輸入進去 還有你吃什麼藥 還有你的血糖量的狀況怎麼樣 它就能夠整個團隊 24小時能 monitor你所有的狀況 那這個為什麼一個月可以收100塊美金使用者 因為保險公司跟企業會付錢 企業為了要讓照顧它的員工 所以企業會買一些企業方案 保險公司跟藥廠也付錢 因為藥廠發現使用它的APP 再吃他們公司的藥效果更好 因為這也是醫生推薦的 所以他們會付錢 那保險公司發現它的病人 它的客戶用了它這個後 不會去除非發生很多零食的狀況去住院 所以理賠也降低了 所以這樣子的狀況 使得人類的醫療又推進了一步 然後這個的創業人是一個醫生 是個姐姐 弟弟是一個商人 那他們很久之前還沒有智慧手機 在用Nokia的手機就開始做了 所以它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數據資料庫 他知道醫生在診療 糖尿病的時候會遇到什麼問題 以及一個人24小時的狀況 他匯集了這些數據之後 變成一個很有價值的 最後獲得了很多的投資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一個很好的創新的案例 它的這個雖然是這個 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很簡單 只是針對一種疾病而已 但是當它發展起來的時候 有運用到社群的概念 有運到這個雲端的概念 有運到數據的概念 那這個是我們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那在企業發展創新的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大概在網路上看最熱門的討論題目 以及針對今天各位參與者的 有從國際企業來的 有從這個加速器 有從這個新創公司來的 那大概會有這三個題目 我們覺得大家討論比較熱烈的 也沒有標準答案 那大概第一個就是 創業開始的時候到底是要全球化 還是說要從台灣開始 那這有個模糊的地方 因為有時候很難界定什麼是全球化 那很多人說台灣太小 你勢必得從全球開始 如果你只是針對台灣人的偏好 或是台灣一個很 很局限性很強的這個進行的話 其實你是後來發展會遇到很大的一個困難 那也有人說 為什麼我志願有限 我就在台灣 我先不管全世界把台灣做做做做做到最好 不管未來是被人家買走了 或者是我在調整我的模式 進軍其實是也不錯的 所以有這樣子的一個辯論 網路上有很多類似的這樣子的辯論 第二個是 到底獲利是不是很重要 這就是賺錢 那有人說 哇你一開始考慮獲利 這個就比較創業 因為你沒有熱情 那你就一定會遇到很多困難 我們看到很多人創業成功 都是當初他是為了一股熱情 他就做做做做做做做 然後就有一天就開始有了獲利模式 或者是有創投的青睞 那也有人說這個時代恐怕已經很競爭了 不是這樣的狀況 你開始必須就是要有一些設計這個獲利的模式 或者是證明你有一些獲利的能力之後 你才有可能長久的去發展 至於你應該怎麼樣去思考這樣子的問題 那也是我們討論的其中一個議題 那第三個就是 我也在常常思考這個問題 台灣的企業需要轉型 有很多傳統產業在轉型 他們需要大量的創意跟年輕人的心血進入 那我們同時很多年輕人在學校就開始創業 到底社會上這樣群人怎麼bridge 相同的議題 創業應該是從很年輕很個人的新創團隊開始 還是說像比如說趨勢 它能夠在世界上這麼多年來屹立不搖 一定內部有很多的創新 內部創新或鼓勵創新 到底這個創新的idea跟它的發展跟執行 由小的企業憑熱情號召一群人做 還是由大企業獲得很多資源之後開始做 兩個方向也許都好也許都有可能 那這些都可以作為我們後來創業者的一些參考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議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請每一位這個座談者 提供他的想法